得寶啦 今天看起來也可以繼續延伸他的投球局數 現在也在休息室裡頭做一些伸展 不過這時候林薇助教練是來到場上 所以不知道溝通部分是不是在詢問羅花偉的投球動作 但是我覺得他投球動作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他在抗議中信這邊 是不是在這個投球球方的用具準備上面的狀況 剛剛二位審視乎上來也是在提醒羅花偉使用指滑本上面 每位寶教練在上場跟主持人討論完之後 回到休息室裡頭是老型窄窄 不過感覺葉江教練這邊是有點不太高興 剛剛在收音聽起來 葉江教練應該是覺得說主場球隊準備的用具 那你現在又有一些意見 那他好像就是跟他講說好像在紫滑粉的使用方式 為什麼他已經用完了兩次了 他為什麼可以主動來看 這邊是直接把 這球內野的滾地球 有幾方向有幾手接到 哇是三壘來補啊 有啊 還是有踩到 但是又拉到 朱祥林 這還踩得到嗎 再來看一下這一球 跑得不太夠 應該多跑個半步 哇這個又踩到了 厲害了 這邊現在是武瑞勝來守到一壘 讓朱祥林來守到游擊守的一個位置 延伸到最極限 那這邊現在是竹神有意見嗎 該不會竹神覺得沒有踩到嗎 七局之後 是主審自己要看 透一點點 我覺得八局之後可能比較適合 我自己覺得 七局的話會覺得 有一點點多 好這邊電視服射角 Out 沒有問題 第一經過第二次的確認 吳瑞勝的全身延展性 還是能夠抓到 球球球 那邊 腳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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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跟著 趕在 擂貓上 這等於是踮腳還伸到最遠 這要請個宵夜 這邊 夜總 上來 這邊有點火爆 但剛剛是確認不是一個out的判決嗎 那為什麼夜總在畫面一回來就被趕出去了 還是不滿主審來挑戰這個電視輔助判決喔 因為畫面一回來沒有拍到喔 所以我們這邊也不知道發生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喔 因為通常輔助判決完之後就盡量不要再 對 通常抗議的話裁判的容忍度會比較低 因為已經去看了 但最後判決的是out 對啊 是對 蕙泉龍有利 可是他覺得 現在 夜總又回來了嗎 在休息室 是有丟頭盔進來喔 因為畫面一直沒有帶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喔 就國針對於場上狀況的了解 現在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就你觀察 因為我真的看不懂現在是什麼樣子 因為剛剛兩人在很接近的那個畫面沒有拍到 所以不知道 當時是 夜總上來是 針對哪一件事情 因為最後判決是 對蕙泉龍有利 那 猜測有可能是 夜總覺得說 為什麼他已經用完兩次了 他為什麼可以主動來看 喔 這邊是直接把 把他表給丟出去了 在那一個來看 哇 真的 有些誤會 啊 這次越來講解釋 有些誤會 都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想過 好